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今天要讲的单元是闭市定理的计算与应用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基础范例 第一题 右图中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长为6 一股长为3 求另一股长x为多少 同学来看这个图形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根据闭市定理 两股的平方和等于斜边长的平方 所以我们依据他的三个边长 列出式子就是3平方加x平方等于6平方 为了解x 我们把3平方移向过去 记得要变号得到x平方等于27 因为27不是完全平方数 所以我们找到的x是27的两个平方根 一个是根号27 另外一个是负根号27 因为x它是边长是大于0的 所以我们得到x等于根号27 根号27经过化简可以得到3根号3 同学在这里可以看到说我们在找谷长的时候 如果根据B4定理列式最后还要稍微做解释 因为它的根有两个根 所以得到的x 其实我只要正的就好了 所以同学从刚刚这样的经验 我们可以这样说 只要我在求谷长 我们求的谷长呢 我们就可以用斜边的平方去减掉谷长的平方 就是这里得到的结果 那因为我们找的是正的平方根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加上根号 找正平方根就可以了 那这样得出来的结果 跟上面的算式是雷同的 那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不用再解释这个x大于0 那透过这个算式呢 是一个简便的表达方法 可以利用一个算式就把x这个谷长求出来了 同学也可以再做参考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例题 右图中直角三角形的三边长为5、12、13 求斜边上的高h为多少 好同学我们来看这个图形 通常呢我们在求直角三角形面积的时候 同学都习惯呢 用它的两个骨长就是5乘12除以2 用它的两个骨长来算面积 那我们可以把它转一个方向就是 如果我把它的斜边当底边 那这个高就叫斜边上的高 我也可以利用斜边跟它的高来算面积 所以呢我要求斜边上的高 我可以根据三角形的面积公式这样得到 我在算三角形面积的时候 可以用底是13 高是h除以2 也可以利用它的两股5乘12除以2 那这两个呢同样都在算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所以他们是相等的 我想利用这个算式来求斜边上的高 那在整理这个算式呢 同学可以先把两边同乘2 两边同乘2之后把这个2消掉了 那剩下13乘H等于5乘12 那5乘12等于60 我把它再进一步写成13H等于60 那两边呢同乘13分之1 利用本量公里 好得到就是H等于13分之60 那这里我们就得到斜边上的高就是13分之60 概念解说 老师在这里想透过直角三角形不同位置的变化 让同学更进一步认识斜边上的高 那在这里我们呈现了三种不同直角三角形的位置 我们先看第一个 因为斜边在这边 那它的斜边上的高呢 就是从对面这边这个点顶点 对斜边做垂线 这个就是斜边上的高 再来第二个 因为斜边的位置在这里 那我们从对面这个顶点做垂线下来 这个就是斜边上的高 接下来第三个 因为斜边的位置 从对面顶点画垂线下来 这个就是斜边上的高 那同学可以透过这三个图形 认识斜边上的高一些不同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来说明 如何利用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求斜边上的高 那同学可以从图形看 就是我在求直角三角形面积的时候 可以有不同的算法 第一个是从它的两股肠 就是底层高 除以2 就是A乘B除以2 我也可以利用它的斜边 斜边当底边 另外这个斜边上的高 利用这个高跟底边 也是底层高除以2 那都可以来算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所以我们就可以列势得到说 C乘H除以2 就是这个斜边 乘以斜边上的高 除以2 跟这个两股肠 A乘B除以2 他们其实是相等的 都在算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那化检这个算是两边同乘以2 我们得到C乘以H等于A乘以B 那为了要求这个H呢 我们两边同除以C 这C就可以约掉了 好得到H呢 就是A乘以B除以C 那如果我们用中文来表示的话 那就是斜边上的高 这个H 就是A乘以B就是两股的成绩 除以C 那就是斜边了 那同学可以透过这样的算式 以后求斜边上的高就非常方便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进阶范例 右图为一个长方体 AB线段等于12公分 AD线段等于5公分 DH线段等于8公分 则第一小题 G1线段的长是多少公分 第二小题 A1线段的长是多少公分 好同学我们来观察这个长方体 那第一小题是要求G1线段 那同学我们来看一下G1线段呢 所在的位置是在这个长方体底面 这个四边形的对角线 那底面这个四边形呢 看起来很像是平行四边形 可是呢 因为长方体它的每个面都是长方形 那为什么看起来像平行四边形 那是因为我们在画立体图形的透视图的时候的角度问题 为了方便让同学在观察方便起见呢 我们把它标记 好 特别画出它的长方形的样子出来 所以底面就是一个GHEF的长方形 G1呢 就是它的对角线 那从题目的条件我们看到AB线段是12 所以我们也得到说 H1线段也是12 AD线段是5 所以GH线段也是5 所以我们发现说 G1线段所在的这个直角三角形的两骨 就是5和12 G1就是斜边 那求斜边的话我们就利用B4定理 两骨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所以我们G1线段呢 两骨的平方和就是5平方加12平方 我们来求正平方根加上根号就可以了 所以得到根号169 最后化简出来就是13 所以G1线段就是13公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小题就是求A1线段 那我们如果要求A1线段呢 我们必须来观察这个三角形就是三角形AGE 那三角形AGE是一个立体的三角形 那AG呢就是这个长方体的高 那因为这个高跟这个底面呢 四边形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G1也在这个面上面 所以我们说 AG跟G1是互相垂直的两个线段 而三角形AGE呢 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而我们要求的A1就是它的斜边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直角三角形呢 把它标记出来写在这里 那AG呢就是长方体的高 它是8 那GE呢就是我们刚刚第一小题求出来的13 那我们要求的A1就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同样的我们也是利用必试定理 A1线段呢就是两股的平方和8平方 加13平方我们来求正平方根 最后化减完就是根号233 那233已经不能继续化减了 所以我们得到A1线段就是等于根号233公分 同学呢对于这样的提醒要特别注意 就是有关求它的对角线的问题 都跟我们的必试定的应用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单元就讲解到这里 要记得多思考多练习哦